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花痴小妹我是花姐来导演上东西 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东西 这是什么呢 哎呀呀呀不好意思拿反了 这个是玄妙碑看着是奥利奥哦 哇好期待呀我最喜欢吃奥利奥了 来我们一点一点的打开它 玄妙碑 这名字听着就挺玄妙的 看这每一个都像小碗一样这样装着的 哎呀这乍眼一看好像那个老团三菜呀 啦啦啦这是什么好东西呢 我得打开看了才知道 这杯子好像到了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看明白没有 要不然那个画面啊都到了 摆好了 哇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看着这个杯身的图案呀还真漂亮 有玩具啊有吃的 怪不得说它玄妙呢 啊撕开了 哇巧克力 还有什么呢 哇这个是拼图哎 最喜欢玩拼图了 拼好的拼图该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吧 这个是勺子 那我就先来吃巧克力吧 嗯 啊巧克力好香啊 啊这里面呀不仅有巧克力 还有饼干碎呢 嗯还有黑色的是奥利奥哦 看到没有 嗯 嗯 咬起来沙沙作强 啊脆着呢 再来一口 嗯奥利奥啊可是很多小伙伴们的最爱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边吃边玩 我们来拼拼图 最后一片就大功告成了 噔噔 哇我完美的拼图就拼好了 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 一样一样的 哇哎呦呦好好好心疼 花了老半天的功夫就这样碎了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着吃 哇我的奥利奥饼干碎混合的巧克力 嗯吃在嘴里啊就是好吃 巧克力太浓香了 嗯还吃不完呢还可以盖起来呢 噔噔记得哦他们是倒着放的 好了那我们本期的玄妙杯好吃好玩又有趣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下期再见拜拜